春 朱子卿 盼望着 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惺惺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 睡长起来了 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园子里 田野里 瞧去 一大片一大片满室的 坐着 躺着 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 晒几趟跑 遮几灰迷藏 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的 桃树 杏树 梨树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都开满了花杆套 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 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 闭了眼 树上 仿佛已经满是桃儿 杏儿 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 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时 杂样 有名字的 没名字的 散在草丛里 像眼睛 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 不错的 像母亲的手 扶摸着你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混着青草味 还有各种花的香 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潮安在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 呼朋影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 唱出婉转的曲子 与清风流水应合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 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想着 雨是最寻常的 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挠 看 像牛毛 像花针 像细丝 密密地斜支着 人家屋顶 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 树叶却绿的发亮 小草也轻得逼你的眼 傍晚的时候 上灯了 一点点黄韵的光 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在乡下 小路上 石桥边 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 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 披着缩带着粒 他们的房屋 稀稀疏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 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 也感叹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梳活梳活 筋骨 抖擞抖擞精神 各做各的一份逝去 一年之际在雨春 刚起头 有的是功夫 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 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她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领着我们上前去 他们企划了一天 亮着老闹 花枝招展地消灭 增灯 三年 最后教人继续 八夜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